大家好,那么最新的一个央视的新闻说新发地基因测序已经结束 新发地这个病毒,北京市急工中心杨鹏表示 北京新发地的病毒溯源还在进一步调查中通过全基因测序组 发现病毒是从欧洲方向来的 大家知道这个病毒是有不同的基因,通过基因测序可以知道属于哪一个方向的 是欧洲组的基因,还是东亚的,还是美洲的 现在测序初步判定是来自欧洲方向的 与输入性有关,那已经被证实了,与输入性有关,不是中国本地的 就告诉你这个病毒,现在北京爆发这个病毒,不是中国本地的,是外面来的 但病毒到底来自,来自于哪里怎么来的,无法确定 说有可能是污染的海产品或肉类 或者进入市场的人通过分泌物进行传播 分泌物是什么,唾液,对吧 或者一些这个人体分泌物,涂抹到这个肉上面 肉又生吃,我天哪,我不可以想象 之前发现这个三文鱼的砧板上面也发现了病毒 很多人现在猜测是不是冷冻的肉,肉制品里边有 那其实也很简单,这个三文鱼在欧洲加工 对吧,加工一到,被欧洲的渔民打上来 欧洲的渔民呢,身体里有病毒 然后不小心咳嗽了一下,咳嗽在这个鱼肉身上 对吧,然后鱼肉带着病毒被急速冷冻 飘洋过海,又运到了中国 中国对这个来的人检查,对来的肉啊,不检查 对吧,或者是检查的有限 那么就漏网了,到了这个海鲜市场 一解冻,这病毒冷冻状态 它可以持续好长时间 还活着,一解冻到砧板上了 然后你再拿这个刀一切这个肉 然后切完肉 这北京这个市场里边这个切肉的人 可能拿手一摸脸 再传承给自己,自己回到家 公共场所再去传承给别人 可能就是这么一个流程 我猜测 中国进口的这个肉类啊 肉类和这个海鲜产品啊 也会伴随着这一个传播的风险 我觉得对这些进口肉类 海鲜产品也要进行检疫 特别是这种冷冻的啊 特别是这种冷冻的 我觉得这个是好事 这个让大家发现以后 是不是可以追溯到武汉海鲜市场 是不是也有一些冷冻的欧洲或者是外国来的冷冻的 这个这个食品也是传播员呢 也是这么传播的呢 是不是呢 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开放的 这个专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然后如果你有这个证据链 你可以直接就是用我这个思路你套一下 现在这个事咱们都不知道结果 只能瞎猜 但是人家这个科学家已经说了 来自于欧洲方向 欧洲方向咱们航班已经断了 是不是啊 互相之间人进来肯定要检查的 那除了人以外还有什么 吃的嘛 吃的也是要进你肚子的 那就是看来这个冷冻食品啊 特别是进口的冷冻食品要查一查 因为其他的产品呢 放的时间长了 他可能这个毒品啊 这个一波有毒的这个食品 细菌被杀死了 但是你这种肉类啊 冷冻肉类啊 他这个细菌在里边要长期活着 一解冻马上又复活了 那可能再次传染 所以呢 我觉得对进口肉类还要控制一下 这是我一个猜测啊 也可能不对 不是肉类 那如果来自欧洲方向 不是于冷冻的肉类 那来自于哪呢 来自于欧洲方向的人 来自于人的传播 那就是什么 境外输入 现代人科学家已经说了 不是本地的病毒 不是本地病毒 那不是本地病毒 是肉 如果也不是 那就第二种结果 是人 人传播的 人传播的呢 怎么来的 坐飞机来的嘛 现在就只能坐飞机来的嘛 欧洲方向坐飞机来的嘛 那坐飞机来的那不就是境外输入吗 还是我那句话 之前还在叫嚣着什么 要维护这个战狼 不是 要维护这个叫嚣让战狼 战狼何在 天天叫嚣骂着战狼的这帮人 我现在请你们站出来 请你们站出来 再做一期节目 再替中国人喊一喊 就替为这些得病的这些中国人喊一喊 他们的权益谁保护 喊不喊战狼何在了 骂不骂战狼了 人家在保护全中国老百姓的生命 把你们在这骂战狼 escuch 按照片